地面上砲声隆隆一发又一发的榴弹炮对高空射击 六波照明弹在高空炸开 随着白色烟雾下坠 就算是夜间也能作战 再来到第二阶段坐摊线火箭 一共射击40波次 空炸性管在空中炸裂 为了能让碎片见面敌人 最后阶段是反击支援射击 六波榴弹炮骑轰 场面非常壮观 11号早上屏东满风训地 进行第二次天雷操演 出动40门155榴弹炮进行演训 也吸引不少民众围观 在紧张的操演之后 也有温馨的一面 有军官太太带着小孩拿着卡片 要来送给辛苦的国君爸爸 爸爸你辛苦了 我爱你 你谢谢老婆在家 他当我最坚强的后盾 也有爸爸带着咖啡 要给宝贝儿子加油鼓励 大家看得不错就不错了 光看我参加实战这样 所以我感到蛮欣慰的 还有军官家属特别到场 给最爱的家人爱的抱抱 天雷操演在九点半顺利结束 也在一阵和乐融融之中画下完美据典 同时也向敌军证明国君铁汉柔情 不畏艰苦保家卫国的决心 华氏新闻参风局谢一轻 SNG小组屏东报道 你好我是松叶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氏主播的官方贴图